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虽然拥有并不完美的生活 但不会放弃寻找让生命前行的力量 2014 讲述与您一起出发 为梦想数写出彩人生 我的身体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我没做一件好事 去从上天能多给我一百天的存活时间 我也不奢求太多 再给我十年 那么至少我活过 我来过 这是一个名叫赵明波的女孩 在网上的一段留言 11岁时被医生判定 患有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 中毒肺动脉高压 最多活不过三个月 如今她不仅活过了28岁 还组建了一个近百倍志愿者参加的 885爱心工作室 关爱和帮助 留守儿童 智障人士和顾巴老人等弱势群体 眼下她们正在为一个身患白血病的12岁女孩 吴冰莹筹集善罢 今天赵明波起了个大嫂 她要和丈夫赶到200多公里外的杭州 看望白血病女孩吴冰莹 当天下午 吴冰莹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口红是有颜色是无色的 有颜色的 当然是那个是橙膏 然后这颜色这个要收 不磨不上去 那个颜色盖不住 还是差不多 你的颜色盖不住就觉得自己 看你嘴唇正常的要发污 就是的 这就是那个症状的 有颜色盖不住 听说赵明波要去杭州 工作室的一名爱心志愿者 开来了自己的私家车 每次住院门都是由这位叫山伟明的志愿者 义务出车 这个就是一个症状 就是四肢发黑 我的好像我的手还好一点 现在 手热了就会好一点点了 手提加一点 现在好一点了 然后嘴唇发死 他说是那个圈牙 大量圈牙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哦我分散了 我老了 我干嘛的 我觉得你越老 说明你那个在人间的那个时间越长啊 老不是挺好的 我你我想知道 我我哪天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 孩子也在呢 啊咱咱多好 三个小时后 赵明波到达了杭州某医院 他们一下吧 先买红包的 红包有的哦 那个水果来怎么买呢 换两张新的 那我我看一下 嗯 要六发 一路发 几路一点 是的 我们希望他那个 就是手术能 手术过后以后 就是一路发 这样子 两个月的时间筹集的一千六百八十元扇款 被包在了一个红包里 这是工作室能给出的最多的信仪 爸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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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爸爸 正在做手术的女孩 吴平盈 也是浙江峰化人 半年前被查出身患白血病 两个月前 等到了合适的骨髓配型 吴平盈的父母 都是浙江峰化一家服装厂的普通工人 虽然配型成功 三十多万的医疗费 却让这个家庭难以承受 赵明波 从朋友转发的微信圈里 知道了他的遭遇后 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我最想说如果他能康复的一天 他能借康回到学校下去 肯定是一个有用的人 第二次生命跟第一次生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才是二十 而我呢 今年分哪个可可半样 也活到了二十八十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就是我跟他加油 吴平盈的遭遇 让从小就与疾病抗争的赵明波 感同身受 当时八八五爱心工作室 刚刚成立两个多月 他第一时间在自己的群里发出了 为吴平盈筹集上款的差异 因为他能用钱几句问题 而我呢 不能用钱几句问题 假如说今天你给我放在 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都没用 但他可以啊 你只要有钱好了 或许就有一些生计 同样是一名患者 不能用钱换来健康 是赵明波内心最大的一通 赵明波出生在凤华市 带西村的一户农民家庭 受先天性心脏病影响 小时候当别的孩子 能高高兴兴的在操场上 奔跑玩耍的时候 他只能在一旁静静的看着 或是在教室写作业 而且也不能上体于客 十一岁那年 父母再一次带赵明波去上海求医 医生断言 他活不过三个月 无奈之下 父母放弃治疗 带赵明波回了家 后来他正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赵明波就这样怀着听之认之的心情长大了 十五岁那年 母亲再次降临到这个家庭 他的父亲遇车祸去世了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母亲选择了外出打鼓 我曾经都想去自杀 我想了很多种方式 我撞车啊 跳河啊 那时候对生活失去了很大的心思 没希望了 缺少爱她 病治不好 那是一切事 但是没有家里的那种 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是我最大的痛苦 我觉得那是一个累责 有败败品 上高中后 赵明波由于身体原因 不得不辍学 为了不成为家人的负担 他开始四处打工 十多年来 他做过服装厂女工 当过营业员 也自己开过店 然而他内心依然一片灰暗 直到他遇到继续过 我们高开始了 是往上无一层认识的 我接了KPO聊着 聊了几天以后 他自己告诉我 就说有我这个新早病 我到时听了 想是想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多大的心理波动 夫妻本来就是考缘分的 有可能两个人是有缘分 你做事也好 婚姻也好 有缘分的 其他东西就不会去太计较 那时候真的感觉到 我打算就是 一个重的病死 感觉很害怕 闭上眼睛 肯定口是 毕竟那时候 美好的一切生活 它也刚刚开始 在爱情的滋润下 赵明波的心情 开始渐渐明亮起来 2012年 两个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赵明波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家 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幸福 然而 另痛却再一次打乱了他的生活 结婚半年后的一天清晨 赵明波忽然开始咳血 入院当天 医生就下了病灰通知书 在医院里 他再一次感觉到死亡 被自己是重死的心 一动都不能动它 那时候真的感觉到 我打算就是 一个重的病死 感觉很害怕 闭上眼睛 肯定口是 毕竟那时候 我太刚结婚 美好的一切生活 太刚刚开始 刚刚新婚半年 妻子的生命 就遭遇如此大的危险 这让丈夫小徐 也感到了一丝恐惧 原来死亡真的像一把利剑 悬在妻子的头上 她害怕自己的小家 从此破损 害怕妻子 真的就这样离她而去 她寸步不离地 守护在妻子身边 住院二十多天 赵明波回到了家 小徐原本在一家公司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妻子发病后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 照顾妻子 她辞去了工作 靠兼职为生 每天清晨 她总是骑着电瓶车 将妻子送到公交站 下班时再去接妻子 风雨无助 像她这样应该就是说 每天去呵护 多照顾她 让她每天开心 那样的话 就是会对她病来好 对一个寿命来好 会好一点 真的 一个人如果活着没有希望的话 可能就会死亡 要多一点 但现在的话 肯定是那个 有希望存在 你觉得这个希望是什么 嗯 这个希望就是一个 幸福的家庭 爱情 对我这个家庭 跟家里有信心 因为他们不离不弃 重新回到家里的赵明波 对丈夫的不离不弃 内心充满感激 2013年4月 在家休养半年后 赵明波在凤华市的 一家卖二手车的公司 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 每天收发文件 月薪两千元 生活看似简单而平静 但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让赵明波的心里 始终有一种 无法释怀的情绪 她渴望与爱人 一起做些什么 留下共同的记忆 那我想做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那时候 它是我找不到方向 我只会想着 我想在有些人生里 我该给这个家庭 就是流上点什么东西 我怎么样过有意义的人生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但虚度年华 我在浪费时间 我不来想辞职 但是我就想想 因为那个工作比较轻松 对我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的另外一个心 又在告诉我 这不是我想要的时候 那时候非常矛盾 然后我就接受了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这边的一个 就是公益组织 支教这一块 这一次支教经历 让一直处于迷惑中 想要改变生活现状的赵明波 有了一点方向 她开始留意 网络上的一些公益组织 新闹微博 有一个微公益 它那里不是一天到晚 就是有很多 先行病儿童什么 就是很多那个资金 9958那个资金 然后我看着 好多说 现在社会 怎么有那么多 这种病的人 患者 而且很多很平常 那个又有 蒙起来我这种想法 这种梦想 受到新浅微博 微公体的启发 赵明波生了一个念头 利用QQ群 建立一个爱心工作室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 心里也没有多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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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因为我觉得工作 至于去做做公益 那这个 既你可以 把它导成一层 活动 户外活动 又可以把它 装成一种 公益 我觉得这个 买不错的 再说 做公益 也不影响 我们两个什么东西 丈夫的呵护 给了赵明波最大的安慰 她渴望能陪伴丈夫 让幸福延续 她渴望活下去 让生命有光彩 在丈夫的努力下 2013年8月 赵明波在QQ上 甄起了一个群 名为 885爱心工作室 885 谐音 邦邦我 可是 到哪里去寻找 志同道合的伙伴呢 赵明波 开始在各个龙台上发帖 借一些自己的经历 如果我不是现在的我 如果我是一个平常的健康人 如果我是在健康的家庭中成才 如果我可以活到平常年龄 70岁以上 如果我能做一个完整的女人 如果我可以 太多太多的因果了 但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因果 我不能改变面前所80年轻 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和心慰 22岁的树村 在网上开了一家淘宝店 自从看到赵明波的故事后 他成为了885爱心工作室的 第一批志愿者 每周他都会两次到赵明波家里 去易卖用的红枣 而自己原先卖的玩具 倒成了陪衬 因为像这个姐的话 她这样一个人 因为她本身她自己 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病 然后她自己又是那么的坚强 然后因为通过那次的 那个电视的新闻的话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次 这个情况以后 然后我们球里面 所有的这样子 都是非常的感动 觉得这个姐 都是这么一个坚强的人 我们也一定要是很坚强的 要把这个组织越做越好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885爱心工作室 像书村一样的志愿者 就达到一百多人 筹集善缓的主要途径 就是组织一脉 盲目的同时 郑明波和丈夫的心态 渐渐发生了业化 所有的证明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去争取 假如说我换一种生活 方式过的话 假如说我选择一天到晚去抱怨 可能早就生命结束了 没了 但是我选择了那种 积极的乐观的心态 去对待生活 我的一切都是非常美好 我觉得寿命不在于长的 在于有意义 1970年 他们却住上山下乡的大潮 做了九年的执行 2012年 他们重回到美插地的地方 换起种植合作事 欢笑与成功背后 是怎样的无奈与土心 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 促折与眼泪 明天继续为您讲述 老知青的新故事 吴冰景的手术 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探视房间只有十多个平方 赵明波与吴冰景的父母一样 只能站着 等待那最终的一刻 真的太好了 成功了 没什么反应 输好了 成功了 太好了 小叔顺利过关的消息 让在场的本一个人都激动不一 小冰宁朝着第二次新生 跨进了一大步 这也让赵明波备受鼓舞 他把这个消息 发在了八八五工作室的微信群里 我给你打电话 太开心了 每个人都很开心 说兵营所处臣 告别小冰宁回到凤华的家 已是晚上 匆匆吃完一口饭 赵明波又和丈夫赶往 一个名叫阳光家园的 智障儿童之家 还有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他想和孩子们一起 开心度过一个节日 撬一下就没事 你们是早也忙 满也忙 哦 忙死了 身杰桌子还走 因为我要上班呀 不上班的话会好一点 抓个镜子看才开车 看臭眉一下 能不能感受到 懈怠的贫困孩子和你 比如说单身的 单身家庭 他们这种孩子 需要的是什么 都是因为我的经历 有的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这次活动一共发掘六百多年 赵明波把每一笔支出和收入 都记得在一个账本上 他说必须要对 每一笔爱心收入负责 在他心里 他不是简单做梦子 而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关注他们这个草根造成 我再卖我的故事 再卖我的成长经历 再卖我们的这个团队 我们的草根这个群体 因为不管你就是买了我们多少东西 你捐了我们多少钱 我们都会把它运到实处去 而且我都会把它公开化 这样我都会很明细的 由于当地媒体的报道 这几天赵明波接到的工作室 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订单 有人订购了一百代工藏 这地位者 他们将会得到一千五百元的爱心基金 三十五块成本 五十块卖出去 三十五分是就包括这些 第一个枣子 第二个外面一个 就是说一个红色的一个塑料袋 还有一个礼袋 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外面我们贴了一个 八八五的一个捏贴的一个东西 一个标签纸 还有一个名片放一张 只有这些成本 你别想看这个一代两代红枣 这点能转很多公益基金的 我们一代红枣算十五块 两代就三十块 你现在这个大街上 不用说三十块 你用气不好 人家觉得你三块都没有的 是吧 元代赵明波家里来着一些志愿者 准备一起迎接接交到来的纪念 一百块钱 干嘛 那个爱心门 借着一百块钱 赵明波叔在别人眼里 自己似乎是个发光体 照亮了别人 其实只有他明白 在发光的同时 自己得到的温暖更多 他的身边 已经有了那么多志向一致 江湖信任的朋友 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在爱情和友情的包围下 梦想是否遥远 能否实现 都已不再重要 因为生命 已经在这个过程中绽放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就是缺了一颗心的人 一路上走的就是不一样 我在那么的真诚的祈求 用心 用行动在证明给老天 他能不施舍给我一点吗 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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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